名人穿越后终于要和九伟化的自己战斗了 此时名人再次坐在真实瀑布前的石台上进行冥想 片刻之后属于这个时代的单纯名人从瀑布中走了出来 他冷眼地说道 占据我身体的冒牌货 你终于又来了 名人摇头地否定无论是过去的自己还是未来的自己 他们都是漩涡名人 并没有谁是冒牌一说 文言单纯名人嗤之以鼻 他认为现在名人那种与自己忍到背道而驰的做法 压根就是错误的 虽然他也已经看到了未来所发生的一切悲剧 但他认为只要把所有人团结起来 一定就能战胜那一族的人 听到这话名人不禁苦笑道 曾经的我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结果呢 大家在面前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而你只能无能地发出震天狂吼 难道你忘记了吗 曾经的你坚信人们互相理解的那天一定会到来 但是在你成为活影后 即使放弃家庭使出全部精力 人介大大小小的悲剧依旧在不停上演 曾经你还答应一定要还小难解一个和平的渔影 结果到头来呢 渔影村又成为了可组织的基地 至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和平过 后来随着九喇嘛的离去 不再强大的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族 对着大家如蝼蚁般的杀戮 难道你至今还认为当初那天真的方法能够拯救人介吗 其实在你心里的深处 你也很想把曾经那些欺负歧视过你的家伙 一个不留的统统干掉吧 面对名人直入心扉的话语 单纯名人听完一时竟无言以对 在言语的打击下 他那天真的信念已经产生了动摇 他崩溃的抱头跪倒在地 混乱的心绪让他内心的黑暗面一下子占据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一只眼睛化成了象征着邪恶的黑色 同时怒喊着他绝不承认这样的冒牌货就是他自己 呼应着单纯名人那震怒的心绪 金色的九尾查克拉喷涌而出 最后化成了九尾的身形 名人的目光微微拧起 结果最后还是要交手吗 前世在人街大战前 他曾经也在这里和自己的黑暗面交过手 那时双方可以说是完全势均力敌 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眼前的自己正是曾经那个能够使用九尾模式的自己 名人燃起了成电雷查克拉模式 过去和未来 前世和今生 就在这里一决胜负吧 单纯名人的伪兽玉急速从口中凝聚 而成病射向了名人 名人伸出手掌发动了恶轨道 伪兽玉骤然停下并迅速缩小着 但还没等名人吸收完 对方便主动地引爆了伪兽玉 伪兽玉零距离在名人身上爆开 好在名人提前开启着成电查克拉模式 但多少还是受了些伤 他感慨着真不愧是和九喇嘛达成共识的自己 名人从背后掏出大量飞雷神苦涂抛洒向了四中 同时快速穿梭在九尾尾巴的攻势下 一抓到空隙 他绕到九尾背后就要将九尾过肩摔 但单纯名人早已紧盯着名人的动向 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方的意图 九尾的金色尾巴一同甩向身后 名人惊讶万分 这敏锐程度真不愧是我自己 他来不及躲避被尾巴甩了个正着 最后重伤倒在了地上 但就在单纯名人以为战斗结束了的时候 地上的名人突然化成了一缕白烟 同时一道橙色身影突然从地底快速窜出 并一拳打爆了单纯名人的九尾脑袋 原来名人在刚才第一次尾兽欲爆炸的时候 就借着烟雾将真身潜伏到了地下 仅留下影分身来牵制对方 作为曾经的完美人助力 名人自然知道自己九尾化的弱点 正是头部里面的真身 此时慌乱的单纯名人凝聚出一发 螺旋手里剑抛向了名人 名人立即发动神罗天针将其弹飞 之后又马上抬手发动了万象天影 引力将浮空中的单纯名人射了过来 但对方丝毫不乱 凝聚出超大鱼螺旋丸准备在近身时发动反击 名人见状用另外一只手撑起了一截戒防护网 螺旋丸最后被吸收殆尽 名人用手扼住对方喉咙的同时 用恶鬼道吸收了对方的查克拉 随着二人查克拉的深度链接 名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不断传递给了单纯名人 看到名人自重生后那满心创伤与内心矛盾的历程 单纯名人这才知道原来名人一直没有变 只是未来那些敌人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 原来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吗 泪水模糊了单纯名人的视线 他的内心开始动摇着 名人见状松开了对方的脖子将其拥入怀抱 世上总有无可奈何之事 成长也总是伴随着疼痛 但迈出这一步你就真正长大了 两行泪水从单纯名人的眼角流淌而下 他的眼睛也恢复了湛蓝之色 他终于放下了芥蒂 选择了相信未来的自己 但二人共存于一个身体终究不是办法 所以单纯名人选择离去 他最后的心愿是不论左柱变成什么样子 都一定要将他拉回正轨 那是当然的 名人信誓旦旦地答应 因为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 还有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和九朗呢 不要让那种未来再度重演了 名人再次用力地点了点头 最后就是一定要守护好他 单纯名人 原本的名人 变成漫天光点潇洒而去 是他和曾经那单纯的自己彻底告别的泪水 但他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更加困难和未知的挑战